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黃醫師再請教妳 為什麼妳的手機是米老鼠 就很愛啊 對 妳喜歡鼠背喔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米老鼠是真正痴情的人 你看他可以跟那個米妮 交往這麼久 很不容易 所以品格一定很好 連這裡你都可以講道理 好 那我請教一下馬律師 這個 宋志亞這樣公開穿假貨 這個會不會惹上麻煩 這個要分兩段 使用假貨其實沒有所謂 法律上的問題 使用沒有 用假貨沒有問題 但是有道德上的瑕疵 譬如說你用那個假貨 然後去展示一些 在某一個場合 或者是為了宣打某些作用 當然我會覺得 你有道德上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販售 有盈利的目的 不管是業配 不管是帶貨 不管是代言 還是現場就直接在賣了 我覺得這個就有法律上的問題 原則上面 如果你是有盈利 所以吸毒比較輕罪 販毒就重罪 我們使用是沒罪的 吸毒還是要有一些懲罰在 所以使用跟盈利跟非盈利 它有很大的區別 但是我會發現說 其實這些網紅 在用在帶貨 或者是擦邊球的方式 說它其實都是我自己在用 其實後面有一層含義 是其實就是在帶貨 那他們的隱藏目的 其實不明顯 所以有的時候 我是雙吸品牌廠商 我想要抓它 我都還要傷腦筋說 它到底在上面展現的是使用 還是帶貨 我有一點點看不清楚 那些隱含的含義在這裡面 然後就很難去抓 而且第二個重點來了 其實現在的防冒品 程度也算不錯 如果你只是看一個平面的圖檔 或者是上檢 不容易 看得出來 那只有一種狀況 看得出來 是說本公司無此類產品 絕對是假的 這就很明顯 驚訝 就像我以前遇過當事人 我就沒有做紫色的皮包 你怎麼會有紫色的 有我們品牌 譬如說有些 我記得雙吸好像沒有做手機殼 以前我在三五年前 大陸做了一堆 你這個是三吸 怎麼三吸產品 怎麼會是雙吸 我是說那個 手機套 他們有那個殼 我的當事人就跑去大陸 批了一堆回來賣 那就被抓 那很明顯 我們就沒有這個東西 是很容易被抓 但是如果是衣服 不管是同款不同款 不管是斷貨或沒斷貨 甚至剛提到的 古董衣我也可以講說我是幾年前 去二手衣服掏回來 所以這個就很難去證明 去證明說他這個是綁帽的東西 所以在我們廠商 想要去抓這些人的時候 就落入一個矩陣上的困難 我沒有辦法拿到那個原件的話 我只是我只能夠判斷說 這個東西本公司沒有錯 我就認為你是綁帽商標 這個就截圖就可以告他 但是如果真的有這個東西 品質或者是刺繡 或者是這個款式有沒有相同 其實你要拿到一模一樣的東西來 而且你也不可能說 我拿了一張照片說 這是討冒品 去告他 那再請教慧珠就說 因為你是財經記者 接觸到很多有錢人 臺灣據說有不少知名人物 也穿假名牌 其實你剛剛有講 就是說今天當賈桂林 他帶一個真物項鍊 你從來不會懷疑到 他是他是假的 就是因為他本身 就他是有Credit的 所以事實上很多傅太太 他們還很沾沾自喜 用一些假的 珠寶 比如說 不是就是說 他們其實你知道那個珠寶 像我去珠寶店 他說他們都會有做一些 仿雙C 仿LV 仿那些各大品牌的 那他們這樣犯法 就沒有 他其實沒有犯法 他只是抄襲他的設計 他只是說這個東西做起來 像是比如說像我 沒有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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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就是說他可能 耳環做起來就是像那個 做一部賓士汽車 但不要掛賓士的mark就可以 對 可是汽車因為你沒有掛到那個mark 你就不是賓士 可是珠寶你真的分辨不出來 某某星文娃娃娃 那節目名稱不要叫星文娃娃 對 所以就是這樣 其實我剛剛 剛剛你們講到說 那個韓國女明星 為什麼他 其實這主要還是成本考量 你想想看他每天都要PO社群網站 那他有多少錢去買那些東西 你隨便一條雙C的圍巾 可能就要五萬塊 然後今天你要PO雙C圍巾 你們要PO帽子 要POT-shirt 你想看他哪有那麼多的錢 所以他必須 我覺得這個是成本考量 他可能要有一些東西是假的 那即使是像明媛的太太 也是這樣 他們每天都要跑趴 那你覺得他有多少的錢 夫價有多少錢 可以讓他這樣無所事彈 去買那些東西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些東西是真的 有一些是假的 然後真真假假 反正你帶出來 因為你是某某人的太太 大家都會覺得你的是真的 但是可是重要的物件 比如說像那種 拿很明顯的包包 那就覺得不能拿假的 可是像珠寶 真的他們就是可以帶一些 很漂亮的設計很好的 但是他可能那些 可能他是科技傳 那你也看不出來 你也不會敬得把人家 那個拿手來看 你這個 因為那是讓你一般人 也分辨不出來 所以就是這樣真真假假 來 因為他們必須要去跑趴 他們要有很多的配件來 來充實他們自己 你的朋友跟你說社團裡面 有人拿鱷魚皮的柏金包 對 因為昨天我要上個節目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常常在跑趴 我就問他說 那到底這種假名媛的例子多不多 他說其實真的是很多 因為可是你 你真的不要看他拿什麼 你要看他住哪裡 他說他們社團裡有的人 他就是住在公寓裡 但是他手上拿的是一個鱷魚皮的柏金包 你想看鱷魚皮的柏金包多少錢 可能都好幾百萬 那你好幾百萬 那你跟你住在一個沒有電梯的公寓 那這個好像有點不太能夠撐得起來 那他就說 他就認為他們是假的 就是說其實有一些人就是說 因為他們 他們如果你常活躍在社交圈裡頭 你必須要撐起那個場面 人家才會看得起你 所以他們就會想辦法 而且其實有一些 那他帶出來 有人相信那是真的嗎 就算你懷疑他是假 你也不會去質疑他 但是可能大家背後就會講說 就懷疑他說 像我朋友會跟我說 他那個可能是假的 但是他不會去跟他說 你那個是假的 你借我看一看 因為不會這麼 私底下 切切私語 對 不會這麼沒有禮貌 但是人家就是會打亮你 就是說你今天 像我朋友說 他說他們社團有的朋友 他從頭到尾就是 都是名牌到氾濫 從帽子到鞋子 全部都是名牌 然後每天都不同套 那他就會想說 他他哪有那麼多的錢 他他想想他自己 他他自己的老公很有錢 他說他去年買了精品 買了一千萬 其實那個也都是配貨配來 好不容易才能夠配到幾個貨 結果他可是他看到他的朋友 就是每天不同不同套的 在在這樣換 那他就會認為說 其實他是沒有能力 support那些 那至於他的來源怎麼樣 他也不會去跟他質疑 可是他就告訴我說 你要怎麼樣是判別這個人 他就是他是不是真名媛假名媛 你就看他有沒有豪車 有沒有房 有沒有住哪裡 然後這兩個指標 是最好的指標 那個叫什麼洞 韓國那什麼洞 聖水洞 然後住豪宅都租的 對 對啊 豪車又可能是租的對不對 真的也是可能租的 我可以補充呢 我看過那個 就一個醫生太太的聚會 然後有一個醫生太太 他拿那個勃金包真的好漂亮 而且那個包上面 你知道還要綁那個 那個那個 絲帶 然後顏色真的 因為我們沒有買過人 我們不知道 可是會買的人大概就知道 你知道他那個很限量的 然後每次拿的都不一樣 都覺得很羨慕 結果有一次 另外一個醫生太太 我們聚會結束之後 他就講了一句 他說他拿的全是假的 我就說 那他去哪裡買這些東西 大家知道北京有個秀水洁 我去過 然後你知道這個H牌 在那個裡面 還不是普通人能進去 他有門禁的 因為也怕被查 然後因為現在他的訪 訪成一比一 就是幾乎是一樣的 那他也是用鱷魚皮 就是等級很高 其實你去買 所以是好東西 對 他的材料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他的皮 真皮是真皮 但他的工就不是那個牌子 就沒那麼細了 材料是真的 但是他就是讓你們拿出去炫 因為你會去買山寨 你不是拿到家裡去收藏 你是一定拿出去 也不能講招搖狀片 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看我拿這個包 我有多厲害 可是那其實全部都是山寨 那價格差多少 我是我不知道 但是像我的朋友 他訂了一個 比較稀有的是八百萬 那你去秀水街也許 什麼八百萬的什麼包 就H牌那個包 對 有八百萬台幣 而且他那個說是什麼 喜馬拉雅 怎麼會喜馬拉雅有鱷魚嗎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皮 好像已經處理成白色 它叫喜馬拉雅 對 會白色 那顏色 喜馬拉雅是白色 白色 然後做成 用鱷魚皮做成 喜馬拉雅白色這樣子 不是啊 他就說是喜馬拉雅鱷 不是啊 不是 我們是貧窮人